外卖正在毁灭中国三代人 只知道外卖脏 但是没想到这么恶心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外卖做不到 以前在我们的认知中 很多无良餐厅和专做外卖的商家 可能都是后厨很脏 蟑螂老鼠乱窜 或者是工作人员直接用手 甚至用脚处理食材 但是今天 我们的三观又一次被刷新 外卖商家的菜根本就不是自己做的 只需要购买廉价素食包 然后将其浇在饭上 再放入微波炉盯一下就算完事了 这些外卖素食包的制作过程 堪比垃圾堆里捡垃圾 用远低市场价的最便宜的肉 没有来源不知道保质期 放了多少年都不知道 成吨成吨的加工成料理包 销往全国各地 你嘴里吃到的 你真的知道是什么吗 广东汕头的外卖小哥 在某麻辣烫店内 等待取餐时看到 所有用来做麻辣烫的食材 配料 全部被放在地上 看起来像是用来洗衣服的塑料盆里 放置一些肉丸 店主的儿子正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摆弄手机 而双脚便极其自然地放在了地上的塑料盆中 又踏又踩 丝毫不以为然 前段时间某视频网站爆出了一家星级火锅店 工作人员将客人吃剩的锅底端回后厨 直接倒进了一个大桶之中 立一立重新加热 一份新的四川老油就可以重新当作外卖出售 里面不知道沾满了多少上桌客人的唾液和细菌 真的是太恶心了 你永远不知道 当一份热气腾腾的外卖放在你面前时 它经历过什么 有多少病都是吃出来的 所以无论多么忙碌 拿出一分钟时间把这个视频发给自己的孩子 说不定他正在吃外卖 生活是自己的 健康是自己的 同意的转发出去 妹群搞笑视频群社区 微信搜索MP6126MP6126 关注后即可免费进群